师傅要对手吧 对吧 对 还接手 对 师傅的好 对 师傅的好 这场比赛输了最主要就是 我们四个人跟上代有点脱节吧 就沟通上面 就后面也调整这些问题吧 那我一定是凯南最猛的 不知道 他一定是 就是那里你们也不听凯南的话 我不知道 我这件事情 我是很生气 我是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想 我也搞不太懂 就是他就很轻描淡起来跟你们说 你们为什么要退 那我看来就是 你们根本不相信 他会把全球全部垫死 他这把打完 上来打了三万点 你们全部很多多 那你们也不信他打了 我也不知道这四个游戏有什么意义 他又是 你们不让他折磨别人 他也是 这一次然后 反正说你们还是不把他当人开 那无论或者他都不会有用啊 不是这个游戏不就是这样吗 跟你们几个操作 肯定也没什么关系啊 比如上单说 要继续代线 但我们没听到 因为他说话太小声 太低沉了 就 就当没听到 对 嗯 我说有我的感觉 感觉 就 今天玩得有点难受 就是 感觉我说了很多话 但是 对我都不听我 然后 他就在一起 对 今天就 玩得挺奇怪的 我感觉 其实奇怪 我一直都感觉到奇怪 但是因为是我们 前面比较顺 又能赢 然后打盘就很简单 因为我们大家都有什么 就不会有问题 但说肯定就有问题 所以我就感觉 不能让他的 很重要 我知道队友没尿他 但我也想理他 但我一个人也做不了什么 就 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的挑战就是 我们所有人 都把上单的音量调大了 然后多听他说话 然后 把我们的 各个位置的优势 发挥出来吧 那 我现在已经要当Nerville 那你记得谁的问题 我要当Nerville 我不管谁的问题 我现在要开始当Nerville 看我世界第一放大 我没有不是我 我保证不是我 他们把你的声音调太小 不是我 好啊 我听得到你的声音 我听得到你的声音